十七號造勢大會 屏東議長周典論 才站出來力挺 侯康培 台商致詞 也不忘提郭台銘的 顧全大局 回歸來贏一個禮拜後 周典論卻也因 郭台銘連述案 遭收押禁見 國民黨考計會話瞎 不排除祭出處分 連同周典論的女兒 國民黨中常委周孟榮 一併處理 系屬藍營挺郭大將 各個是大咖 包含前雲林縣長張榮偉 前臺東縣長吳俊麗 金美議長洪雲點 五連霸前澎湖立委 林秉坤 掌握地方資源 有名冊有號召力 眼看周典論才剛遭收押 考計會火速啟動程序 恐讓回心轉譯挺猴的議長們 很心寒 國民黨要跳下去背書的話 他現在等於是要跟整個檢調做對 那國民黨會這樣做嗎 當然不會嘛 會造成這些挺郭的人 他會覺得就是說 你這時候跟我切割 那這樣子我為什麼要繼續挺你 下資源下去的力道 或是他去動員的力道 當然就會減少 反映在這件事情 對猴有儀或對國民黨選情之上 國民黨處分進度 牽動挺郭 萊營大咖態度 連帶影響大選地方動員力 選前出不出手都很兩難 三十人林凱中文宣 台北屏東報導 在同時期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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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